大家好,欢迎来到月遇娱乐 说起TVB的一者,绝对非汪明泉莫足,他就像是TV的一部历史书,入行以来与他一同成长,受尽圈中人的爱大。 近日,仍来汪明泉与老公罗家英结婚纪念日,两夫妻晒出的动态中看得出,他们有专门到餐厅享用美食, 罗家英和汪明泉都没有特别的打扮自己,尤其是罗家英显得尤其低调, 汪明泉全程都戴着墨镜,看起来酷酷的,整体的状态也是非常不错,活力闷闷,对于自己全程戴墨镜, 汪明泉也是做出了解释,原来他刚完成白内障手术,船没有完全恢复,在医生的建议下, 他需要戴着墨镜,一方面可以防止灰尘入眼,另一方面也可以遮当强光, 现阶段汪明泉也不能化妆,这样的状态至少要保持两个星期,对其而言也是非常难熬的, 要知道私下的汪明泉,船是非常注重自己形象的,对于化妆这件事, 他也是从不马虎,如今只能够以素颜是人,确实很不好受, 众所周知,夫妻二人结婚十五周年,一般被称为水晶婚, 罗家英和汪明泉对于他们的这段婚姻,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日子过得非快, 不知不觉间,已经一起攜手走过了十五个年头,这些年来, 他们相敬愚笨,恩爱有家,也是善杀旁人,1947年出生在上海崇明岛的汪明泉, 加里也算得上是书香门帝,后来他随父母来到香港生活, 上中学时,他一门深思地往文艺方面发展, 他想着自己长大后能够像姐姐一样,成为一名漂亮的空姐, 又想着跟妈妈学习各种戏曲,好为自己的文艺之路做铺点, 可事情的发展却拼未像他预料的那样, 毕业后他没有荡上空姐,之后他报名参加了来的电视台, 举办的第一期新人训练班,也正是在者里, 汪明泉,不近走上了蒙寐以求的演艺之路, 也开始了自己收拾的初恋,周氏孝是汪明泉在训练班的同学, 两人一起排练毕业作品类如是,情斗初开的两个年轻人, 自然而然地刷出了爱情的火花,好在, 热暖中的汪明泉仍保持着一丝清醒,他清楚地知道, 自己来训练班的目的,听不是为了谈情说外, 他要好好磨练自己的演技,在香港娱乐圈闯出一片天地, 靠着借古纸银径,汪明泉终于已训练班第一名的成绩, 顺利毕业了,那一年他才刚满十九岁,正值含包待放的芳花之年, 很多人看到他青春静离的美貌,都会不自各地停下各步, 1967年汪明泉刚毕业,就已每月五百五十的月薪, 合力的签定了三年的合同,而力的也狠看重年轻贸美的汪明泉, 不近为他安排了一大波古装剧,船将他送上了,香港人最喜欢的众艺节目, 你的尝试,的舞台上,成为了风光无限的主持人, 1969年汪明泉再离帝电视台的重捧下,不近在影视圈赞了个门唐红, 船凭借等待黄金与爱情两部专辑,在乐坛打开了一番天地, 那段时间,大家一致认为,汪明泉,已经寻坐立的电视台大者大的寶座了, 可汪明泉却不借摩赏,眼见自己与尼迪签定的三年合约, 马上到期,他头也不回的就去到了日本进修歌舞, 任凭尼迪电视台开出怎样丰厚的条件,他都不曾动心, 半年后汪明泉回来了,和他一起回来的,船有他的富豪男友刘昌华, 按照刘昌华的家族理念,汪明泉完全可以退出娱乐圈, 安安心心的家给他,做一个游间自在的阔太太,可汪明泉却不愿意, 1971年从日本贵来后不久,汪明泉和刘昌华举办了盛大的婚礼, 随后他便转头到了无线,拼和审殿下一起, 主持起了欢乐今宵者党黄金节目,很快汪明泉就怀人了, 刘家上下对这个孩子充满了期望,一家人全都沉浸在甜蜜幸福之中, 谁知幸福的日子没过多久,汪明泉在怀人几个月后, 在一次工作中发生了意外,并且被医生告知中生不能再有孩子, 借让汪明泉在家中的地位急转直下,婆婆开始嫌弃他, 丈夫开始冷落他,一切都让他心灰意冷, 直到金牌诗而何手讯出现后,汪明泉才仿佛看到了一缕阳光, 在何手讯的帮助下,汪明泉说服了台里的领导, 接了第一部电视剧司令,他凭借借部剧吸引了不少观众的目光, 之后邀请他拍戏的剧组也越来越多,而他在拍戏之余, 与和手讯搭档的节目,收视率也越来越高, 两人都成为了名簇一时的档红主持人, 事业平平无奇之时,何手讯巴不得, 早点将现在的妻子娶进家门,可一旦事业开始走上波路后, 何手讯立心的欲望也彻底曝露了出来, 他后悔自己结婚时间太早, 他埋怨身边有汪明泉这样的好女人, 自己竟然没有发现,他情不至今地对汪明, 传动了不该动的情,原本这份爱意被藏在心里也不算杂摩, 可何手讯偏偏在一次大型活动中, 不可自控地牵住了汪明泉的小手,眼瞻的媒体, 立马各拆出了两人的关系不对劲, 可汪明泉却不以为言,虽然外面的风言风雨铺天及地, 他依旧坚守着,自己豪门婚恩的最后一道防线, 誓死不提离婚而治,可令一边的何手讯却做不到磨动于中, 他一边磨妻子勾街为谈着离婚, 一边乖乖地待在汪明泉的身边,做好自己凌忍者的本分, 听着汪明泉,要遵守豪门婚恩的挑挑规矩, 看着汪明泉每天遭受婆婆的冷眼嘲讽, 何手讯十分心痛,他恨不得自己趁自照顾汪明泉, 很快就有知情人爆料,汪明泉和何手讯秘密约她的时候, 被勾街为找了个正正情敌,以免份爱眼红, 两人顾不得往日的闺密情分,扭打到了一起, 1975年隐磨可忍的勾街为,终于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, 恢复了单身后,何手讯变得更大胆了, 他不近时尝对汪明泉虚寒民乱, 船在主持欢乐今宵时,对后悲斥未争, 警代因和了安利百般照顾, 除此之外,他算无所顾忌地,和美艳花弹温柳妹大玩奶妹, 玩完后想抽身的时候,遭到了对方大骂, 拼给他救赏了花心渣蓝的母子, 看着自己的蓝颜知己,玩得如此不易乐乎, 汪明泉心理恳不是滋味, 可毕竟他船有一层留太太的身份, 即便心理再不满,他也不敢发洩出来, 后来他在拍摄电视剧《惊华春梦》时, 和男主角刘松仁闹了点飞闻, 出来1982年,借着借断虚虚实实的飞闻, 汪明泉与謝言, 吕梁伟合作了电视剧《万水千山种事情》, 剧中他饰演的妝梦蝶, TVB十部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之一, 事业走向巅峰之際, 围绕在汪明泉身边的飞闻也越来越多, 多年来,婆婆嫌弃他不能为刘家传宗接待, 丈夫对他不闻不闻,毫无感情可言, 只剩下一个花心的何手信, 日日守在他的身边, 内心地听他诉说心中的苦门, 有一天,已经不需要靠婆家撕射的汪明泉, 终于忍不住了,痛苦地做出了利分的血定, 走出了这段规矩甚多的豪门婚姻后, 汪明泉本以为,自己陪和何手信从爱情走向婚姻, 可事实证明, 终究是他感情错付了, 1985年, 与何手信公开关系近两年的时间, 何手信就送给他一个重量级的炸弹, 也就是内喜涛色勒索案, 在借场轰动全港的案件中, 何手信是受害者无疑, 可在案件的背后, 却是他对女友汪明泉赤裸裸的背叛, 以及他个人五彩斑斓的混乱思生活, 而汪明泉本想顾忌往日情分, 帮何手信渡过这次难关, 谁承想, 自己也被卷入了这场轰动全港的案件, 当中奉波过后, 与汪明泉默契合作了十元年的何手信, 辞职随后移民加拿大, 留下了他一个人默默承担着一切, 不久后, 汪明泉就被查出幻想了甲状腺癌, 大家纷纷猜测, 他就是因为这件事心情抑郁, 才把身体逼出了毛病, 幸运的是, 甲状腺癌并没有压跨一项, 要强的汪明泉经过手术和化了, 他的身体逐渐好了起来, 两年后, 汪明泉参演粤剧木桂英大破红舟时, 认识了41岁的罗家英, 当时, 罗家英已经结束了自己的第一段婚姻, 当他遇到被何手信伤害过的汪明泉时, 一股强烈的保护欲望便冲上了心头, 那一年, 为了演好粤剧木桂英大破红舟, 两人在一起磨合了整整一年的时间, 期间因为汪明泉的觉真, 虽然也发生了一些不愉快, 可最后船是没能抵挡着爱情的冲击, 孤男寡女共处一失, 虽说是连功, 却也难免拆撑走火, 海梅的味道直线飙升, 随性惯了的罗家英, 慢慢接受了汪明泉的强势, 而汪明泉也沾沾爱上了罗家英, 罗家英不顾汪明泉不能生育, 前前后后向他求了十八次分, 终于在2009年, 63岁的罗家英, 将62岁的汪明泉取进了家门, 列出了这段长撻二十一年的爱情长跑, 正如汪明泉所言, 如今他已经七十多岁高龄, 早已过了感爱感恨任性妄为的年纪, 即便当年他和何手信真爱过, 可经过岁月的打磨, 以及罗家英的精心可惠, 那段往事也早已被他为亡, 从最初的公司白领, 到现在的香港影视行业的大者大, 汪明泉, 始终保持着自己热爱表现的初心, 和接受爱情的勇气, 总使前方坑苛其驱暗流喷冲, 他也不曾后悔过, 产生也不然然力取得了или siebie, 有儿图了行 приб игрしieder了医省,